這個時候 大女三歲的話 妳那時候知道我是誰嗎? 我一直都知道妳是誰 喔真的喔? 妳超紅 好不好 小姐 高中時期那時候最紅的就是 PC Home 抱台 無名小站 紅的就是妳 蛤? 妳無名小站就知道我是誰了喔? 妳是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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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跟妳對繞眼 我就說 補欣我們明天要上狼沙 然後妳還記得這件事嗎? 我記得妳要主動找我講話 她就直接說 欸對阿好緊張喔 要不要我們四月一局 所以是妳主揪的喔? 我問妳說我們過幾天要上狼沙 然後妳就說 對啊我沒跟妳玩過欸 不知道妳的玩法 但是她 太專業了 我想說 我只把它當節目 就是上節目 其實我很佩服妳欸 因為妳連遊戲 妳都這麼看重 因為這是第一次上啊 而且那時候其實也是 剛好是我很瘋這個遊戲的時候 而且以我對妳的印象 妳是不是也算是第一次上電視通告? 余白的話 玩遊戲只有上過幾次 之前上一次是好幾年前的那種 也是玩遊戲的單元這樣 可是妳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一直被觀曉文調侃 因為那個時候 我是第三次上 然後她是第一次 觀曉文第一次 我們就一直調侃說 哇從那天開始 妳整個就變狼人渣女神 妳記得那件事嗎? 那時候是我們私人局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妳很會玩這個遊戲 真的嗎?我私下有玩很好嗎?那時候 因為對我來說 會汗跳就已經算很厲害了 我第一次玩得還不錯我記得 因為那時候小賴也有來 她上節目的時候 她是狼 然後她跳女巫 對我兩場都汗跳 全場相信她 重點是真的太值得相信 因為她開錄前她就說 喔你們等一下不要查我 因為我第一次來 很緊張 我還說我很緊張 太過分了 之後啊她就直接就是 完全站穩 狼人山女神 完全站穩 狼人山女神這個封號耶 我覺得真的很值得搬給妳耶 因為 妳是用生命在玩這個遊戲 對 那時候很樂衷 那講到這個妳會很care就是 妳只是想好好玩遊戲 然後妳會很在乎網友的評論嗎? 以前會 現在不會了 不管怎麼樣 妳有人稱讚就一定會有人罵 真的 這個真的很 不用去太在意 而且妳也不可能每一場都玩得很好 所以妳今天突然有場玩不好 站錯邊 被罵一下就算了 就過了 就算了嗎? 妳下一次玩好的時候大家又會去稱讚 我看得很開 對 因為其實我會說妳看很開是因為 如果妳今天是會care的人 妳不可能從國中就做這行 因為我以前是被罵更慘的 我知道 會講老實話還不到18歲的話 心智根本就還沒成熟啊 那個時候 大女三歲的話 妳那時候知道我是誰嗎? 我一直都不知道妳是誰 我真的嗎? 妳超紅 小姐 高中時期那時候最紅的就是 B.C.HOME抱台 名小站 紅的就是妳 蛤?妳文明小站就知道我是誰了 張香香 張香香那時候比我還紅耶 我那時候只有默默的 然後還有一個叫 BB度眼 對 我是真心有在包 小極選以前五名超紅也超紅 妳知道還有誰 還有簡婷瑞 她們姐妹她們在五名也很紅 那個時候就已經是中選女生 而且哪有人國高中就在那邊接代言啊 欸雙眼皮代言 欸那是我高中的時候 但是妳知道我剛剛 不是啊 我跟以前是慢已經很近 那種日韓以前 所以接太大了吧 對 欸這個代言 沒有應該是說我從小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喜歡拍照 我喜歡自拍 妳不知道為什麼是那麼紅啊 沒有不是 我覺得這跟我的興趣有關 因為我興趣就是自拍 然後經營自己的網站 那妳自己突然真心看到那個 游覽書抱起來的感覺是什麼 小時候說真的其實沒有 真的沒有 就只是覺得好開心喔 就每天的游覽人數這麼多 那妳會不會被 學校一些學長姐欺負 紅什麼啊 在那邊拽喔 其實還好欸 因為妳其實看起來蠻兇的 沒有人敢兇 那如果真心要聊被看見是什麼時候開始 19、20歲 19、20歲 那時候是因為 那也才五年前啊 對 那很多人開玩笑說 哇妳紅十年紅十年 應該只是浮誇啦 應該說真正被看見是 被很多大牌廠商看見 喔 對 後來妳其實在經營IG 也經營得很有聲有色 已經八十幾萬 七十幾萬 八十幾萬 八十一萬 妳經營多久 就是我高中的時候 高二十七歲左右 所以妳有想過 妳會因為自己喜歡拍照 然後分享東西 然後就變本業嗎 就是變成說妳現在 整個就是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講真的 因為很多事情 當喜歡的東西 變成說 沒有想做的時候 妳還是要做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點變質 我相信現在很多人 聽到的時候 會很共鳴 因為就會覺得 好辛苦喔 所以那個時候在做交心廚房 是我真心喜歡煮菜 可是為什麼我現在會變成 我不一定要每次都我自己煮 就是因為 我也很怕我會直接倦怠 然後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 到現在我還是不敢 讓交心廚房這個節目 變成有業配跟贊助 說不定那也不是妳喜歡的東西 對 所以我才會問妳這個問題 就像妳今天拍照拍一拍 妳應該也會覺得 如果這個變成一個必要的 會有一點職業傷害 我老實講 可是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狼人殺 我們私底下約出去 其實也像是一種朋友的聚會 也不會說到完全不喜歡 有時候還是會覺得 跟不同的人玩 還是會有不同的感覺 其實私底下當然每一次玩 真的都會覺得很好玩 對 而且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哈哈 大家看到就是他在 狼人殺人裡面 對他就是這麼恰 哈哈哈哈 我的節目已經很收斂了 我跟你講 妳很收斂了嗎 其實私底下更恰 可是我都是就是 恰一下就過了 就可能被投出去 然後罵一下 講一言之後罵一下 然後就沒適合 對是不對人 因為這件事 就是不敢跳啊 或什麼什麼 他會罷罵那種 可是他真的會忘記 因為他就是當下那個遊戲 感覺而已 我跟你講 真的雙魚白狼人殺 算是我第二個點風 就是怎麼會突然 就是因為狼人殺 又讓更多人知道我是誰 而且反而還很多人 就是因此覺得 我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沒想到就是 他們會因為一個遊戲 而去認識你一個人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妙的事情 對更熟悉你啦 嗯 這一行真的包括好多 因為你其實從平面拍到現在 變成有上節目 然後也有錄一些影 而且甚至還有拍MV 對 而且你拍了蠻多MV的 最近最近 等一下我想打噴嚏 直接打沒關係 是那種有點打不出來 有時候怕會突然打出來 那你就這樣子 然後 不要 不要 你有想過如果你真的不走這一行 你會想嘗試什麼嗎 我跟妳講 我之前跟我朋友常過這個玩意 他們問我會想要做什麼 我說我應該想要賣網拍拍衣服那種 那其實就差不多了 結果他講說 啊只有拍一拍就變網紅 然後 我就說 喔對耶 所以其實你的本命就是要做這一行 我也覺得 因為你真的太愛拍照 會是因為你媽媽其實也蠻愛打扮的 所以她很默然嗎 我媽跟我的個性完全相反 她是一個很不愛拍照的人 她比較低調 真的假的 我拍照也是我自己在那邊拍 因為她其實是不怕會管我 我在家做那些事情 可是我覺得現在這樣聊一聊 你好像沒有什麼低潮期耶 還是會有耶 雖然那時候覺得很低潮 但好像也沒有到拍演出 就是還沒有上廊殺 那時候被看見 然後又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走平面還是節目 或者是自己拍一些影片嗎 對有時候 有時候會 而且就是因為你自己的 原本的工作做久也會很職業捲帶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大家對你的 標籤 就是變成說 紀古星就是網紅 紀古星就是網美 以前會在意就是 大家對網美的定義啊或什麼的 但是現在我是覺得 還好 現在我就是也蠻接受網美這個詞 因為我覺得 阿對啊 網美就是網美就是網路上的美女 不就是這樣嗎 那你也不能就是什麼 而且可是現代的人又喜歡什麼都說 網美網美網美的 對對對 所以我其實久了我已經覺得說 網美不是一個 對 的批評 直接把它當一個職業的形容就好 對對對 所以我就是 也不太會在意 而且說真的 我就是的確阿 我是比較沒有什麼才藝阿 硬要講的話 跟你們比起來 你們怎麼 怎麼這樣講 因為你會主持 但是我不會阿 我就是 你可以學阿 我也以前不會主持 我才一年前菜主持人 就是很緊張很緊張 然後 然後還要等那個歌手CUE說 那你現在應該要訪問我什麼這樣 嗯 只是因為我敢 而且大家不要再被紀錄欣騙了 我跟他唱過歌 他唱歌很好聽 沒有那麼誇張 有 你唱一下啦 我不要阿 我忘記了 你這個叫我唱 張曉涵 我愛著你愛的微笑 一路上尋找我一時的美好 很可愛阿 我覺得我 他拿麥克風更有自信啦 這是因為在KTV上唱是OK的 可是你要說進錄音室那種很專業 我就沒辦法 真的很佩服像語農阿才智他們 真的很厲害 很有才華 他們會自己寫歌 那有機會也希望有一個更好的作品 就是如果有這個機會 大家 如果你們現在看到巨補欣已經對你喊話的話 廠商們就是如果適合的話 說不定他出一張單曲 我可以自己出錢阿 那個230萬跑不掉 這一定是 想一個投資阿 因為你叫人家這樣子 幫你寫詞作曲 當然是要給人家酬勞 因為我最喜歡的那種 白吃白喝的人 沒錯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循環 對 這是一個正常的循環 你不要平白無故想要給人家要人 我知道我知道 因為我付出就要給他錢 對 概念跟你一模一樣 對阿 因為其實就是舊式認識 不要說喔我給你是好可愛 我就一直拗你阿幹嘛 我當然不能這樣子阿 這種友情其實就是 有一點像就是 我覺得其實就是 欸你是我的誰 你為什麼不幫幫我 你為什麼不幫幫我 其實我反而覺得 越好越該 把東西分清楚 對阿 這件事情其實好像 沒有人在交情廚房聊過 還蠻好的 這個價值觀是非常正確的 對 難怪你可以一直 就是 那我們現在就是直接 進行快問快答的部分 好 你要就是在一秒內回答這幾題 我準備了15題 那我直接快問快答囉 好 那我們預備 開始 人生最有成就感的是 5 3 2 1 好 什麼時候想結婚 3 29 30歲 四五年後喔 可以可以可以 食量小嗎 很小 會出單曲嗎 有機會可以 唱一段嗎 我剛唱過了 哈哈 最喜歡自己哪個時期的髮型 現在 為什麼會想走美妝這條路線呢 因為我愛打扮 你以後會想主持嗎 可以嘗試 你最討厭哪一類的人 勾左輩 我覺得剛剛好像有聊過耶 對阿 幾歲開始維持這個身高的 太國中了 這都粉絲 差不多 差不多 都在哪裡買衣服 我IG很多阿 對IG都很多都會幫 會煮什麼菜 金山竹筍 跟吳堅琴的誰最熟 小賴吧 小賴 因為她是女生 跟豐哲有可能嗎 大家都朋友阿 好關槍 好關槍 你怪不怪的 她都朋友阿 理想型 用一個圈內人舉例 持常序 會不會近一點台灣的 好呀 近一點的沒有 是 還是如果小賴是 不行 那不然就類似林佑佳那種好了 就是她那種就是外表是很 很有氣質 因為我喜歡那種 長得 溫溫的 乾淨 溫溫乾淨 溫柔體貼 素素的 像你喜歡我選三個 09豐哲 樓俊碩 個性嗎 喔個性 應該是 我說樓俊碩妳會怎樣 不會因為我跟妳講 超多人問 跟樓俊碩有可能嗎 沒有啦 欸 我有個名阿 她真的很慌亂耶 其實說到說 俊碩我好像不行 因為我覺得她太直男了 什麼意思 就是她很直男嗎 她很直男 該怎麼講 可是像09 她還會有點像 哥哥照顧妳的那種感覺 懂 如果妳要這樣講的話 我講真的 就是她如果單身的話 她是比別人還暖一百倍的 就是她就是到處放線的那種 哇 軟爆料 那這樣才好啊 因為她有女朋友 她就是只對妳好 喔 這樣子很好啊 我老實講 我跟她跟你聊天之後 我發現妳們有一點點像 這樣的人其實沒有辦法真的 因為有時候妳也超靈性 對 可是她也是 然後我超感性 所以妳們很合 因為我就會一直影響她 她有時候我會覺得她超冷血的 對對對 然後她有時候就 蛤我被妳影響 我沒有那麼冷血 然後我有時候會覺得 什麼都想哭 什麼都很生氣 然後她就被她影響 然後她就會更照顧妳 對 我就說這件事就這樣阿 哇 那這個不知道大家有滿不滿意 因為畢竟沒有現場觀眾 大家要滿意嗎 滿意 不滿意 然後就開始禁懲罰 就直接快問快答 直接上那個店的手 妳真的有嗎 哪有 沒有 如果還想要就是看 紀普欣哪一個不一樣的一面 說不定我下次可以做企劃 就譬如說 帶紀普欣去錄音室錄音 可以耶 很特別對不對 這很特別耶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前幾集 呼呼有聊到 就是09在八年前做了一首歌 本來要賣一個女團 對對對 然後那首歌就是流局 流調 大家真的敲碗支持起來的話 就是留言數夠多的話 直接出道 直接出道 我們直接變五堅情對打 這樣好 再等我一下我瘦五公斤 不然我真的有被炮紅包 不會啦 不是因為大家都穿S號 然後我就說 不好意思我要拿X號 太丟臉了 再給我一個月 一月 好好好 那紀普欣要不要最後宣傳一下 好 我的YT頻道叫做KIMI紀普欣 雖然就是跟的有點慢 但是我還是會努力盡營的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耶 加油加油 之後呢 如果我們真的真的成真了 組一個女團的話 希望大家真的支持囉 耶 那謝謝大家 交心廚房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問了 有些人 prote含 有些人 有些人 警告 有些人 製造